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一年以來據稱是十分煩惑 按照他的說法,他是以所謂三個堅持作為工作目標 還努力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的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 不過叫口號不如說實際,倒不如以結果為目標 看看他一年來為香港實現了什麼目標 以他提出的所謂三個堅持為例 就可以看到他其實是有所堅持,也有所不堅持的地方 先說第三項堅持,即是加大力道去講好香港故事 在國際舞台發揮所長 但過去一年他的表現只是給人力不從心,或者是有所不為的印象 上任之後他外訪的地方主要就是所謂一帶一路的國家 像泰國、阿聯酋、沙地、阿拉伯等 其餘大部分都是中國大陸的多個省市 據說近期的行程也是限於東盟國家而議 從政治去看,最需要講好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初心不變的故事 應該是對這種說法疑慮重重的美國和他的盟國 就好像五眼聯盟 即是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 再加上歐洲、日本等等 從經濟貿易去看,李家超的外訪地 除了是中國大陸,也應該包括其他主要的貿易夥伴 以出口去計,好像美國、印度、台灣、越南、日本、新加坡、南韓等等 其中新加坡、南韓、日本三國再加上台灣 是香港貿易逆差最大的四個地方 特首是可以率領貿易代表團推銷香港的貨品和服務 或者這樣是有助扭著貿易的赤字 奈何正正一年,李家超從未也沒有打算訪問這些地方 但這樣又如何以身作質,說好香港的故事呢? 無疑,李家超受到美國制裁 或者被美方或他的盟友視為所謂不受歡迎人物 但既然所謂三個堅持說到 鏗槍有力,就需要排除萬難 到訪五眼聯盟 何況背靠祖國,只怕沒決心,就不愁無辦法 否則人在香港又如何可以在歐美國地說好香港的故事呢? 再說李家超的第二項堅持 即是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 讓大家可以分享成果 但帶前提當然要搞好經濟 詳細去看過去三季的表現 香港經濟仍然未走出低谷 2022年下半年,連續兩季 經濟按年計都是出現衰退 直至今年第一季才出現2.7%增長 但2022年第一季比2021年收縮了3.9% 換言之,今年首季出現2.7%增長 是仍然未能夠保回上年的收縮幅度 再溝除近年的通脹,經濟體積可能比2018年還有不如 更不要說有所謂的增長 其次,香港貨品出口已經連跌13個月 5月的數字顯示 按年去計比上年下降了15.6% 入口更加下降了16.7% 最樂觀的估計也要到今年最後一季 才能夠站穩陣腳逐步回升 同時,香港作為金融中心也日漸退息 不單止股市偏遠,欠缺上升的動力 公司上市的集資能力也大不如前 今年上半年只有30家公司上市 比起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但集資額反而下降了14% 直到170億港元 而最樂觀的估計 今年全年是會有100家公司 在香港集資上市 但即使可以做到 但也只能夠追上2021年有98家的水平 比於2018年218家的高峰 還未夠它的一半 加上地產市道外製 香港的經濟希望 或者就正如李家超所說 只能靠旅遊業和本地消費的大幅增長 但不過大陸來港旅客是以廉價旅遊居多 利益率是不高 還需要付出社會的代價 而私人消費過去兩季都有不足的增長 往後持續上升的空間是有限 更何況香港作為大灣區的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 是屬於國家級任務 如果本業都衰退 好像股市每日的成交額 是減不到1000億元 上市集資公司是不到100家 而貿易額是不斷收縮的話 結果就不僅有負國家的所托 更加令到香港暗然失息 和大陸的城市是沒有重大的分別 而這樣又怎麽可以說好香港故事呢 說到底經濟搞不好 又怎麽可以謀發展又何來謀幸福的資源呢 到時還有什麽成果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當特首講好香港故事的範圍只限於香港 大陸和所謂一帶一路 而香港應有的經濟角色又逐漸失色 李家超的第一項堅持 即是說繼續全面準確落實 所謂一國兩制的方針 相信亦都會面臨重大的考驗 如果說一國兩制是未達目標 仍需努力 這樣豈不是說 在港區國安法之下 國家的確是感到安全 但社會經濟就甘不如息了 又或者說這個一國兩制就是這樣的了 這樣在第二次回歸到現在 香港是更全面背靠祖國 反而經濟就往下流 這樣不免是令人對國家起義 甚至是生業 但不論解釋是前者還是後者 除了對於現實是於事無保 按時下的標準 是否都有煽動他人不滿中央之嫌呢 我是杜耀明今次的評論到這為止 下次再會 好 我們現在的評論到這為止 我們已經消失了 在你嘢dır 我們就算了 我們今年的評論到這次